拍个视频,我觉得这个是很代表这个乱动,很代表这个荆州这边的特色,你看这个鱼糕,丸子,还有这个藕,还有这个青菜是吧,这是什么? 鸡蛋是吧,这是那个土鸡蛋,土鸡蛋,都是那个在鳞子里面散养的,我觉得这个是相当的美味啊,还有虾,这虾是那个是那个什么虾,不是那个龙虾,前家是小龙虾,这个是这个学门叫对虾吧,对虾 又来好吃的了,这是,哇,炸鱼诶,炸鱼,然后那个,那是什么,那是那个风干的那个,那个就是那个,那个鸡肉吧,鸭,鸭,鸭鸭,鸭鸭,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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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有过年的感觉,来点这个小白酒,小白酒,这就是幸福生活,是吧,好了,准备,准备开吃了,开吃, 这点型的,点型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荆州这边的那个菜吧,是吧,这点型的菜,我觉得也还是挺有那个,挺有这个符合现在这个健康的一个理念,是吧,也没有过多的那种大鱼大肉,尤其那种鱼还行啊,肉,尤其那个大肥肉,我们有时候看那个网上一些主播弄那种肘子,五花肉啦, 那个东西北方吃的多,因为北方太冷,但是过量肯定是不好,先吃了,先开始吃了,来口鱼糕,来口鱼糕,这个鱼糕我觉得挺好的,这个鱼糕,怎么评价的好又不好呢,是吧,这两块是不安的,应该掉了,这么不掉了, 烧不掉的就叫好鱼糕,就有韧性啊,对,这不碎,你看,不好的菜一弄就碎了,那这个就不碎了,你看,这是好的鱼糕,我干啥的,专业是不是,来口,来口,尝一口,尝一口啊, 这个鱼糕确实做得挺好,它有一点鱼的味道,因为据说啊,有网友跟我说,荆州这边是全国这个淡水鱼,这个消费量最高的,最高的,全国淡水鱼消费量最高的,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所以,荆州这边你看不到有多少,就特别,体型偏胖的,我觉得跟吃鱼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啊,确实很好吃,它那个有鱼味,但是里面它因为加了那个肉了,加了猪肉,所以它,它才有这个韧性是吧,你单纯鱼的话,它做出这个韧性的,不可能这样,里面还加鸡蛋,加鸡蛋,很多成分,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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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主要是这个酱胖的就是这些酱胞、食物尖酱胃,它是我们的一位分量的,就是这种酱胃的,它是鱼肉,豬肉,蛋黄,蛋黄,蛋黄,这个酱胃,蛋黄,这个酱胃的鱼肉,其实웠,就是蒲面发生了方式的酱胃。 符合现代的健康理念 这个确实是 鱼肉就是比较健康的蛋白 然后鸡蛋 但是有一些猪肉 尤其在冬天 多少能补充一些体内的热量 总体还是非常健康的一种食品 这个是值得推广 老是搞那些大鱼大肉 大肘子 偶尔吃这还行 经常这么吃 它怎么能叫健康饮食 这是鱼糕 这两块藕 这个藕怎么分辨好又坏了 这个藕我真不知道 这个藕怎么判断它好不好 这个藕肯定红糊 我觉得红糊的藕肯定最好 但是藕到底好坏怎么区别 因为我见 因为我见过人家这个 我没见过藕肯 我见过人家就是冲藕 就是把这藕 拿那个高压水箱 然后因为我拍过 大家看我那个视频也知道 它这个藕要冲洗 反正你一定要洗掉 所以这个 咱们吃的这个藕 也很辛苦 那些人 就是藕肯人 他把这个藕 每一个藕 就清洗 这个藕并且不能断 一段就是禁离了 离了嘛 那尝一口 这个丝好多啊 这藕断 四连 这个丝是什么成分 这个藕还可以是吧 也不是特别的绵 但也不硬 还都不错呢 做藕 全国哪有做藕的 是吧 除了红糊 是吧 红糊 那些比较有名 是藕的一个产区 北方应该也有吧 只要有水的话就能 你像颐和园里面有个 就是这个 莲花池嘛 那肯定挖出来也能吃吧 只要有水的地方也能种 但是只是 好坏的问题 好 是区别的 我是这么理解 这个这个是 鱼肉丸子 但是 不完全是那个 鱼肉 肯定也是加了一些那个 那天我拍了个视频 拍那个 有卖鱼糕那个地方 叫什么鱼糕啊 他也卖那种丸子 应该也是和这个鱼糕差不多 他有鱼肉也加了一些那个猪肉 是吧 那这样吃起来 他才不会那么那么 鱼肉太多 你吃起来也柴嘛 是吧 那加些肉 就是这个 综合一下口感 你这个晚上也很好吃 嗯 这鱼的那个 嗯 那种鲜 鲜味啊 也有肉的那种 那种 那种感觉啊 那还很好 再来这个炸鱼啊 这个炸鱼 我觉得是这边的一个特色 因为它的鱼 挂在外头 你要晾干嘛 晾干 然后晾干之后 好像不能直接炸是吧 还得再洗一下 因为有盐 洗一下 嗯 要不然太咸了 洗一下 然后炸一下 这个淡水鱼 确实是 这边的一个特产嘛 特产 以前这个长江可以捕鱼之后 就是有好多的这个野生的鱼吧 现在长江禁鱼嘛 那很多吃到的鱼肯定都是 我们说的 都是那个人工养殖的 其实你说这个长江禁鱼啊 可能对这个捕鱼人 是一个不太好的这个消息 但是你对这个人工养殖嘛 那就是利好嘛 是吧 因为这个这个鱼的消费量 肯定是越来越高的 这个不用质疑 来炸一口 嗯 这个应该也没裹什么东西 那一般有时候炸鱼 会裹一些这个面糊 那什么 他这个应该是没裹啊 那是不是也没裹 稍微一点点微辣 应该再加一点点的调料 口感也很好 我们再来个鸡蛋 这个鸡蛋是土鸡蛋 那个银子里的散养鸡的土鸡蛋 这个这个土鸡蛋 和那个养殖那种鸡蛋 我觉得最大口感的区别就是 它它比较紧实是吧 很像那个养殖那种鸡蛋呢 它那个蛋黄呢 包括这个蛋清 它特别的特别的脆吧 后来也没有那个味道 没有那个味道 但是这个散养的 它确实不一样 那当然营养全分 那肯定也不一样 一是这个散养的 它天天用动嘛 这和人一样道理 它天天用动 二来说它那个吃的东西也不要 你老吃飼料了 那东西吃它长得快 但是 咱又话说回来 是吧 这个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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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这放 咱们实时求是讲 这个东西 你散养的话 散养的话一斤鸡蛋多少钱 一斤的十块吧 十块几块 我记不太清楚了 最便一斤的六块吧 我有会儿先买鸡蛋 待会儿 记不了太清楚 就把它尝一口啊 加上土鸡蛋的 这个味道 嗯 因为这是加了点 那个 酱油吧 酱油卤的 有点鸡蛋的 这个感觉 酱油卤出来已经好 因为鸡蛋有的好多 就拿茶叶鸡 是吧 拿茶叶鸡 当茶叶呢 如果你是 像我爸 就对这个茶叶 多少有点过敏 不是过敏 这个因为茶叶和咖啡 有这个咖啡因嘛 有些刺激的成分 不过吃那个鸡蛋有时候 它也会 也会就是 刺激就是 睡眠嘛 睡眠就不太好 但这个酱油卤的 它就不可能 那种问题了 吃起来 它这个更有嚼劲 这就是家养的 这种散养的和 那种批量化工厂生产的 我觉得最大区别 一是这个口感 吃东西嘛 肯定就讲 一是讲有口感 口感要好 二来它这个味道 第三肯定有营养成分 就这些区别 是吧 你光说好吃 好吃有好多 一大堆添加剂 说实话 我对那种所谓的美食 我觉得 没什么意思啊 那样子 因为身体健康的体位 你这样好吃的东西 对身体健康没有帮助 那有什么意义 再来一口 不错 这基本就是 嗯 京都这边呢 一些特色的东西 有特色的东西 因为本身这个 湖北 京都 京都嘛 乃至湖北 都是全国的这个 我们做的重要的这个 粮食生产 生产 生产这个基地嘛 是吧 包括 还有这个蛋水鱼 是吧 这个生产基地 你看这个鱼糕 包括这个鸡蛋 是吧 包括这个藕 都是科产 就是鱼 都是很很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 确实确实也是 有时候做一些这个美食节目吧 我更多次考的说 这个东西它背后 它其实是个产业嘛 是吧 它不仅仅说我们吃一口 太好吃太好吃了 是吧 它背后其实是千千万万户 这个家里的家庭的收入是吧 它要靠这个 一家人生活 养鱼的是吧 种藕的 养鸡 是吧 这都是 不过种菜 现在好多就是蔬菜嘛 蔬菜搭配越来越多 这样的道理 好吧 那就是 大家也在吃种饭的时候 大家都吃饭吧 我们 有机会再 再录一些这样的视频 但我希望 我录这个 美食节目呢 大家看我录一些别的节目 我都是走到这个天天地头 是吧 生物到这个材料里 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从这里头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吧 或者能够理解这个社会 它是怎么用作的 我觉得这才是咱们说实话 就是 今天刷这个手机的一个 起码有点提升吧 让老刷来刷去 哎 太好吃了 那个 哎呀 什么 然后装出一副 就是很夸张的表情是吧 哎 没什么意思啊 也不能说没什么意思啊 有人喜欢看 对吧 有需求就有供给 供给吧 但是我觉得 帮助不大 帮助不大 好吧 大家用餐愉快吧 我也我也 快吃了 好 好 �帮助不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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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